最新,华商慷慨接囊。 为国家献力,全力支持希望基金,至今共捐逾500万。 2018年6月8日13点26分。 霹雳周五大臣阿莫法依莎感谢捐献的人士,也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热心人士给予支持。 Sponsored Links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四个单位移交捐款给大马希望基金。 左启示具美钢铁工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善志,天祥集团董事李福贤,财务总监朱祁瑞,董事陈嘉庆,霹雳周秘书拿督莫哈莫加沙里,阿莫法依莎, 又启示下霹雅中华中华总商会理事林震荣,霹雳周财政司阿布克卡,行政议员杨祖强,尼可宁,下霹雳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菜金来。 图,星周日报 霹雳,以保八日讯,华商慷慨接囊,为国家献立。 霹雳周政府今日迎来周内最大笔的希望基金捐款,除了一笔来自华商个人的二百万令吉款项,还有另三家企业及组织捐出共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令吉,使周内华商至今共捐出至少五百万令吉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今日移交捐款的四个单位是巴生林老先生二百万令吉,天翔集团一百万令吉,据美钢铁工业有限公司五十万令吉,夏霹雳中华总商会二万六千令吉。 Sponsored Links 行动党霹雳周主席尼克敏指出,今日四笔捐款大部分来自霹雳周组织及企业,他代表西蒙感谢华商、华团和华校炮专引玉,体现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的爱国精神。 霹雳周主席尼克党霹雳周五大臣阿莫法依莎感谢捐献的人士,也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热心人士给予支持。 文章来源 文章来源 星周网 2018 06 0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